美国司法部 昨天发表声明宣布 破获一张企图暗杀沙特阿拉伯驻美国大使的计划 两名伊朗籍的疑犯被起诉 美国司法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今次暗杀阴谋的主谋和伊朗政府有关 阿巴布希尔和沙富里被控 由今年春季开始 和其他同谋策划暗杀沙特阿拉伯驻美国大使 暗杀沙特阿拉伯驻美国大使 暗杀沙特阿拉伯驻美国大使 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以及企图进行跨国恐怖主义活动等等的多项罪名 阿巴布希尔 现年56岁同时持有 美国和伊朗护照 预今年的9月29日 在纽约被警方拘捕 沙富里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 目前仍然在逃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 随即否认美国方面提出的指控 说这是美国荒谬的遇切阴谋 想在地区国家之间制造不和 伊朗外长萨利希今天警告美国 不要搞对抗 称这是美国对伊朗的侮辱行为 无视伊朗的强烈反应 美国副总统拜登今天表示 伊朗要为策划暗杀沙特阿拉伯驻美国大使的阴谋承担责任 伊朗将会面临国际社会的谴责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更加威胁称 会对伊朗实施更加严厉的新制裁措施 WOWTV的优优优优独播副总统 感谢观看 伊朗